哈喽姐们今天是一波好看又平价的小春大地下合集 首先是一件蓝色的衬衫 这件我觉得单穿或者是作为内搭都蛮好看的 它的面料上面是有这种素坑条纹理的 然后是一个正见的版型 我觉得上身蛮解售的 前面这一块是做了一些压折 然后它的袖口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像搭配马甲 如果是它的袖口还有领口就蛮有层次感的 接着是一件白衬衫 它前面也是有做一些压折 然后它是这种木耳边的一个领口 它的这个领子高度我觉得刚刚好 不会说顶脖子 袖口是这样子的 这件我觉得属于日常百搭的基础款 我觉得上搭配小春风外套 西装外套或者是小马甲都蛮好看的 这件是一件波脸衬衫 我感觉今年波脸的这个元素还蛮火的 然后这件它是领着这块 我做了绑带的小设计 是那种雪纺的料纸 所以它单穿的话是比较透的 我觉得像搭配在毛衣里面 就是属于寒底寒气的那种感觉 这件我也很喜欢 它上面是我做的这种公花的设计 就比较偏法式风 袖口是这种白褶的 也可以单穿它里面有配了一件小背心 接着是一件偏米黄色的蕾丝打理衫 它的领口有做这种小花边 然后袖子是这种比较长的 有点像喇叭袖子的感觉 就感觉还挺收拾手部线条的 外面我当了一件这种藏蓝色的毛衣开栓 还有一件格子裙 这一套就比较偏雪润风 最后是一件玻璃打理衫 它是有点偏那种奶咖色的 我感觉是比较温柔的一个颜色 领子是这样子的 我主要穿起来不会显头大 料级也蛮舒服的 然后它属于比较修身的那种版型 所以像搭配歪道什么的都不会显走 瘾了